第八百三十九集 枯败的玉树上端 当有一节无暇的不死妙术愣之 并未死去 虽然纪念失败了 但是那一小段肯定也有无尽妙用 叶凡心中激动 一节不死妙术 那绝对是神物 死胖子真是有大机缘 竟然得到这样一宗瑰宝 一会儿伏击他 想起讨因果 过去夺了我那么多宝物 正好偿还 叶凡开始琢磨 如何对付段德 他离开此地向前行走 进入一个炼药的鼓洞中 瓶瓶罐罐 陈列满了白玉架子 可惜打开这些玉瓶后 所有丹药都变质了 这就是时间的力量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当诸多真物都给回去了 空流尘埃不变 九转仙丹 叶凡将每一个玉瓶都看了个遍 最后见到一个五彩小葫芦 上面刻有这样四个骨子 让他心中震动 敢起这样的名字 必然为绝世仙真 多半可以长存下来 可惜打开后空空如也 什么也没有 并没有断德的契机 他为再次查看 当年洞府的主人应该没有留下什么鲜蛋 叶凡 抓了很多座古洞 觉得一切都破败了 本来有很多神物 可惜呢 都淹没了岁月中 化为了繁土 他又行进了很长一段距离 嘴中前方瞎光流动 震闻悬傲 纵然有形字绝 但也穿行不过去 毕竟 他还没有将这一秘书误透 此时叶凡很是想念大黑狗 如果这个家伙在此 震闻肯定不能阻挡他的前路 多半还会将短德给封住 他仔细的想了想 决定退走 万一这样进去 多半会被困住 且很有可能会落在那个死胖子的手里 叶凡沿原路回返 来到古洞外 除了见到绝带佳人与爹外 还有一个披头散发的野蛮人 身穿兽皮衣 拎着一根狼牙大棒 这是东方爷 雨蝶介绍 叶凡惊讶的德西 这个父姓东方的野蛮人 是一个妖孽级的存在 将一位大能的手掌都给阵列了 东方爷 人如其名 多少有一种野性的气质 很是原始 兽皮衣下皮肤成古铜色 强壮有力 狼牙磅是实质的 此时他憨厚地笑着 露出一嘴雪白的牙齿 看起来很朴实 此地最起码是一位远古圣人的洞府 甚至很有可能是大地作画之地 叶凡认真地说了一下里面的情况 可惜我们进不去 雨蝶带眉微粗 震文太繁复了 根本无法破解 我们不用进去 一会儿伏击那个死胖子 这不太好吧 雨蝶不愿这样做 东方爷喊厚地笑了起来 如果是别人 我不赞成 但是 他总是答案 祖传狼牙棒的主意 有一次差点偷走 这个看起来很朴实的野蛮人 举双手赞成伏击断德 不过却言明不下杀手 只喜结真物 叶凡怪怪地看了他一眼 这个家伙看起来人畜无害 一脸的憨吼样子 但似乎也不是多么的耿直 几人讨论断德的战力 结果都觉得高深莫测 不可估量 纵然野蛮人与断德差点交手 也不知深浅 以振文布下陷阱 叶凡将取出一些玉块来 布在了出口处 没有一点痕迹 这些玉石一铺好 就全部自动消失了 振文能困得住他吗 要知道 可以破开禁止禁取的 必然有很深的研究 雨蝶公主提醒 叶凡笑道 放心吧 这是某只强大的存在 专门为这死胖子准备的 当初 大黑狗与断德相遇后 死磕并未吃亏 后来帮叶凡刻下这样一组阵纹 待留待日后所需时所用 东方也憨笑 有那么强的效果吗 这是一个小镇 并不好的 避免被他察觉 只要他步入进来 一瞬息间 就会失神 而我们也只有那么短的时间出手 将他镇压 哄的一声 洞府中传来巨响 同时有烟霞冲了出来 短胖子在里面闹出很大的动静 显然在破禁止呢 他们耐心等待 并没有冲进去观看 在接下来的两个时辰里 古洞中不时有各种声响发出 动静越来越大 浓郁的灵气更是如水一样涌动 野蛮人憨厚的说道 俺希望他得到很多仙人 甚至拿到一部大地古镜 雨爹公主有些无言了 这个家伙远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朴实 这是准备狠敲段德一顿了 叶凡笑了起来 跟东方野勾肩搭背 商量好了半天如何出手 叶凡灵觉很敏锐 出来了 感知到了契机 他们隐在镇文中 不担心露出马脚 段德一边哼哼 一边走了出来 不断地诅咒 他衣衫褴褴 显然在里面吃了大亏 镇文发动亮起了光芒 段德刹那失神 他的神石海 差点被剥夺出来 而永疯 野蛮人毫不客气 轮动大棒子在后面出手了 直接打在段德的后脑勺上 疼得段胖子直翻白眼 几乎差点立刻晕厥过去 段德身子发软 摇晃着要转身 而这时 叶凡手持着半尺高的小倒台 迎面盖了上去 印在了他的脸上 砰的一声 只听嗡嗡的一叫 无良他骂个 天尊 段德终于翻白眼 被两个野蛮人打昏了过去 歪歪扭扭地向地上倒去 段德被人敲闷滚 打黑砖 极度不甘 口中诅咒天尊 翻着白眼 瘫软了下去 扑通一声 倒在了地上 砰的一声 野蛮人很不厚道 拎着大棒子 对着段德的后脑勺 又补了一技 打得段胖子在昏迷中 也直抽搐 此牙咧嘴 雨爹公主小嘴张成了欧形 东方野的朴实形象 在他心中动摇了 看起来像是个原始人 还是朴实 可是打闷棍 却这么精熟 另一边 野蛮更不厚道 将半尺厚的倒台 对着段德的眉心 又狂拍了七八下 如果不是在控制力道 段胖子已经被开瓢了 他们的确不敢放松 段德总给人 以高深莫测的感觉 三人一起上前 彻底封住了他的神石海 避免太快苏醒来 哗啦一声 野蛮第一个动手 从段德的手腕子上 取下来一串玉裂 上面有十八颗珠子 颜色各不相同 苛苛璀璨莲莹 珠串入手后沉甸甸 瞬间让人心中空灵 晚般杂念皆排除 无比的宁静 叶凡一看就知道是宝贝 可助人悟道 雨爹公主惊呼 这是一串海神珠 每一颗都是海中的寿王结成的 平日一颗就价值连城 想不到他竟用十八颗 串成了一条手链 叶凡递给了他 珠串五光十色 每一颗都有龙眼那么大 喷薄出彩光 傻是美丽 灿灿生辉 这条海神炼珠 给我了 雨爹公主虽然见过无数珍宝 但对这串神珠还是爱不释手 美眸泛出异彩 以仙仙玉手摸缩 尽管拿去 这个家伙身上宝贝多着呢 叶凡相信 段德最不缺少的就是宝贝 常年盗墓 天知道积攒多少好东西 吃啦一声 叶凡将段胖子的外衣给撕开 露出了一件内甲 由神残丝将玉石片 穿连在一起而成 流光一彩 一看就不是凡品 野蛮人露出喜色 神吕玉衣 将手中的狼牙大棒扔在地上 一个劲的搓手 有点激动 叶凡试了试 这件内甲极其坚固 它的肉身何其强大 足足用了九成力量 才在上面留下了一道纸印而已 东方也来自一个原始部落 那里有一个很古老的村子 它的七叔祖强大乌匹 也有这样一件宝衣 护体无双 难以攻破 我七叔祖说是 从一个爵士皇主的古墓中 挖出来的 野蛮人说出这样一则信息 眼神火热 显然是看上了这件内甲 叶凡推测 这混蛋没少挖人家的祖坟 连第五大寇 无道的祖坟都光顾过 现在跑中中祸害来了 肯定是挖了一个 盖世皇主的墓 神吕玉衣 古意盎然 虽然也有光泽 但却像是蒙着一些尘埃 一看就是经历过漫长岁月的古墓了 你想要的话 自己动手吧 给它扒下来 东方也毫不客气 伸开菩萨一样的大手 就将断德的衣服给扒了 破衣烂挂扔在了一旁 将神吕玉衣弄了下来 当场穿在了自己的身上